就在薄熙来案庭审期间 中共针对一些在网上发布敏感信息的博客作者 展开了一系列的打击行动 外界认为中共当局是担心薄熙来案 会引起更多有关中国民生还有政改问题的讨论 这是当局最不愿意看见的 而不按庭审才结束 中共公安部部长郭升坤 就首次以所谓的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亮相 被外界认为严打将会再现 学者指出重刑过度使用的严打 酿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民众需要的是司法独立 而不是运动式的执法 博案一审宣告落幕后 8月27号中共成立了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 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担任组长的郭升坤在会议上讲话 他声称要把中国的反恐工作 推上一个所谓的新台阶 他还提出了打早打小 露头就打的原则 讲话中他用了摧毁产出等显示强硬的词汇 此外中共喉舌发表文章纪念 上星期在新疆嘎驶地区警方袭击维族人过程中 丧生的一名当地武警官员 从而间接证实了外界广为流传的新疆又一起流血冲突 严打是一个非法制非理性的社会治安处理的运动 在这个运动的背后的核心是处理政治一级分子 我们需要的是法律的尊严 法制的独立 司法独立 而不是运动式的执法 事实上生活在中国的民众对严打并不陌生 1976年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革浩劫落幕 取而代之的新运动是第二代领导人邓教育的严打 1983年邓小平在北戴河向公安部发出指令 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 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 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 这就是专政 这场运动开了司法机关在运动式集中执法中 中结过清程序的先例 从此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席卷中国大陆 当时在很多公共场所墙壁上 经常可以看到贴着一整片的枪决名单 据记载在严打活动中 有一位男青年只因为帮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 就被判处死刑 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在西安 一名叫马彦琴的中年妇女因组织地下舞会 被污蔑为乱搞两性关系判处死刑 还有因为朋友之间的打赌去吻过路女孩 也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 其中发生的各种冤假错案 到现在很多还没有得到平反 其实严打现在也在做 刚刚在审判完的 不惜来在重庆这打黑 就是抄袭了毛泽东的政法 抄袭了严平的严打 用运动式的方法 抄家式的方法 甚至也许满门操散 株连九族酷刑伺候的方法 它就是用黑社会的方法来管理重庆市政府 此外 最近当局也在加强对网络谣言的严打 资料显示 有数百人因言获罪 仅海南和河南两省就有600多人被警方处理 中共喉舌媒体也加大力度炒作有关微博作者被逮捕的消息 中共当局对互联网加紧管理的时间点正好是薄熙来案庭审之计 据了解这些所谓的谣言大部分是质疑当局的公信力 有不少则是批评政府行政不作为或者不满当局的腐败 外界认为当局担心薄熙来案会引起更多这方面的讨论 所以寄出严打来管控收集网络言论 然而学者更担心严打之下必有冤案 我们可以完善这个司法体系完善这个法律 但是不能破坏法律 一旦把法律扔掉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 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 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 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这是中共严打的宣传口号 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 严打导致刑讯逼供权力滥用 后果可以想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